早考会发生的事 呃 这么早来考场 请问你紧张吗 紧张到不至于 我觉得考生最重要是平常心 不要过多担心做什么东西 就是 正常发挥 不复杀华 哦 这个是因为还没有吃早餐 哎 不好意思 我吃早餐比较营养均衡一点 就是 其实 这些 就不知道谁塞到我现在看 不要不要不要 老是来看我 请问你准备的怎么样 有信心吗 呀 这太有信心了 这 你看我准备了多少 被我给你瞅瞅 这中性币 6块 全款买了 完了还有这个 6B 铅笔 多几粒啊 这个 什么是6B 32B 也祝你顺利啊 可以给我们看一下 今年的准考证吗 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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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大哥 你开采访车了吗 车在哪儿呢 这 采访车帮我带一个吧 带一个吧 我家 呃 这位先生请问 是在等考试结束吗 是啊 哦 还带到横幅啊 哦 是啊 肯定 肯定要的嘛 这些 请问是在等自己的孩子吗 哦 不是 等我一来一共有啊 哇哦 哦哦 大雨大雨 喂 150方克数啊 150方克数不然开到 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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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位先生 请问你心情怎么样 哎呀 好紧张啊这个心情啊 看到你带了很多东西啊 是啊 这有被无汉啊这个 有这样的爷爷 他的孙子一定考得很好 哎呀 帅哥这个 是我考 这就是第20六处考了 诶 这次考文科 试一下 哦 那你的准考证一定很特别吧 各位观众们 我们看到了一位坚持不弃的老爷爷 所谓 学到老 活到老 考到老 好爷爷 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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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